现在来介绍凤梨的切法 因为市面上会买到便宜的凤梨 但是便宜凤梨并不会帮你切 因此今天来教大家如何买便宜的凤梨自己切 凤梨的切法有很多种 因为凤梨有点脏 我还是有洗下 把凤梨擦干 现在我把头尾切掉 好现正头根尾切掉了 我们开始切下第一刀 你看这里有坏掉的 坏掉的我们把它切掉 继续顺着边边切 这样很快就可以把边边切掉 这样切皮也不会很厚 凤梨绝对不要碰水 因为凤梨碰水我们吃了嘴巴就会破皮 像这个就要挖掉 我们从中间切一刀 我们从中间切一刀 有些人不吃凤梨心的我们就把它切掉 有些人不吃凤梨心的我们就把它切掉 我喜欢小片点 因此我回再破一半 然后再依自己喜欢大小切下去 炒 makeup 炒蛶 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完成了便宜凤梨自己切 因此遇到市场买便宜凤梨也可以买回来自己切 不要再多花切凤梨的钱了